韓國瑜後來把4月5號改掉是 應該是深思熟慮後 一開始我覺得 因為韓國瑜的個性其實很直接 所以你要約好就約了 但約了之後 可能就覺得這個時間點不妥 第一個就剛剛 其實主持人有提到 就提到 再來因為我們4月10號 可能原來制度要定下來 說實在對韓國瑜來說 的確不適合去參加所謂的 所謂特邀或是 徵召式的初選 因為那很怪 所以我覺得這是第一個 就是如果在這個定下來之前 去見的時候 可能會碰到這樣子 他要不要答應這件事情的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 因為大家都知道 4月5號連幾點見面都知道 最後的結果就是媒體一定會問 請問一下你是 答案是什麼 對 答案是什麼 武豬瑜怎麼問 韓國瑜怎麼答 都要有公開的紀錄 他的牌有分兩個 第一個是因為現在 其實整個在高雄部分 他們都還在議會期間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他在有美國行 剛剛我就審道的那段 我覺得我很同意就是 因為美國行這個政治變化 一定會相對是牽動的 所以其實在去美國前 是的確不太適合 有這樣子一個 就是不太適合就決定 有一個重大的改變 對 這樣這個部分 另外還有一個是 我覺得其實 朱市長其實態度非常清楚 他還說 其實我個人我也認同說 只要大家都有默契 我也覺得韓國瑜不一定要 是不是要公開表態 但是一個默契 就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意願 其實我覺得 就是像朱市長說 就乾脆也初選制度就不用了 直接大家的團結打選戰 如果說或是說再來怎麼樣 就是進到初選 我覺得兩者 現在比較重要應該是要擇一 我覺得對立委來講 或說對縣長來講 你們現在有壓力嗎 我覺得還好是說 其實我們期待就是 到時候看怎麼樣 狀況之下 人選定下來我們就好好打仗 我覺得對我們來說 我覺得 因為立委跟議員比較不一樣是 立委基本上 都已經有自己的一個分量 因為要選立委 大致上地方上 如果沒有一定的基礎 也很難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 相加相成的關係 就是說母雞可以幫立委 但立委也要幫母雞 那才能夠讓2020衝到最高 所以我覺得現在 大家的心情上 就不管說韓國瑜選或不選 重點是什麼 大家真的要團結 所以在我們的心情上 覺得過程中 怎麼樣讓他不要有 有一些嫌隙 或是只有有一些分裂 其實這個是我們比較不希望 如果說韓國瑜 韓市長 最後決定不出來的話 國民黨怎麼打仗 其實這就是我們基層 最憂慮的部分 你要挑戰沈大佬的預測 他已經說85%了 我覺得大概有87% 韓國瑜會最難 我就更放豬氣的 你好大的膽子 我不是豬氣的 為什麼是87 因為我想比他多2% 88%好了 不要過度聯繫 你知道87在網路的意思是什麼 霸氣 顯然不是 所以我說你膽子很大 90% 幾%不重要 蘇利文的人馬 沒有 我覺得現在 蘇利文的人馬講這個不得了 大陸 你真故意 其實也沒有 我覺得也沒有不得了 我們自己判斷 我覺得其實真的 韓國瑜 韓市長應該是會出來 只是說可能他還在考慮 我覺得現在 國民黨裡面氛圍非常清楚 就是只要是韓國瑜 韓市長 代表國民黨參選就是他的 我覺得就是這樣 所以你們這張照片 可能可以願意重新跟 韓市長再照一次 到時候如果確定出來的話 他如果願意跟我照的話 沒有問題 對 一定會跟他照的 如果我選立委 我一定會跟他合照 要派你去安撫王近平院長嗎 王近平他不會理我 可能就跟他去 所以我覺得 我們現在判斷很清楚 所以現在大家想的是說 怎麼樣在韓國瑜 韓市長 要選或不選之外 第二個選項應該怎麼做 我覺得這才是重點 剛剛講如果韓市長要選的話 就沒有問題 韓市長如果要選 現在是這個過程 怎麼樣把它走 沒有問題是你說的 不是王院長說的 對 就是說這個過程 怎麼樣把它走得比較平順 就是不要造成黨的分裂 要讓黨團結 這才是最關鍵 我覺得現在我們黨中央 有點就像今天報紙寫的 他說像韓國瑜 親近韓國瑜的人士都講 希望吳敦義 吳主席先表態 他到底要不要選總統 為什麼 因為如果他最後決定 他要選的話 很有可能他現在是把 韓國瑜 韓市長當作是 赤向朱立倫跟王近平的 一個歷任 就是在這幾個月的 這樣不斷的操作底下 其實我覺得朱立倫跟王近平 遭受到很多委屈 你說國民黨基層能夠接受 吳敦義在玩了這一局之後 自己最後出來選 你覺得國民黨基層 能接受這件事 因為其實大家都看得出來 吳敦義他現在聲勢越來越高了 就是他從一開始 大家可能覺得 他現在聲勢越來越高 有 因為很多韓粉都認為說 吳敦義 吳主席 真的是最挺韓國瑜的 是個救世主 所以他的聲望有越來越高 而且我覺得他也沒有放棄要選總統 因為包括網路上很多他的粉絲團 通通在幫他拍很多有趣的影片 再重新塑造他的形象 如果他沒有要選的話 他不用花錢做這些事情 就像郭台銘送一個帽子 大家都覺得他要選總統 所以吳敦義這個一定是有意願的 包括韓國瑜 韓市長他都很聰明 他就想說這個 吳敦義這樣一直操作 會不會只是利用我 所以他現在考慮的點 會有很多方面面 不會 韓國瑜只要答應 吳敦義就沒有利用的空間 吳敦義很可能 所以韓國瑜 韓國瑜韓市長 他為什麼要把時間延後 因為他會害怕說 如果這個時候 先跟吳敦義無主義見面 會不會對外大家又不斷去放話 操作說韓國瑜不選了 然後是因為豬跟王的關係 所以他不選了 其實他會很擔心說 是不是會這樣子破壞到黨的團結 我覺得會是這樣 有關於見面這件事情 我的看法是這樣 其實我本來的看法是這樣 就是說如果說 韓國瑜跟吳敦義的 4月5號見面延後的話 其實我也認為 豬跟吳的見面應該也要延後 我本來的看法是這樣 為什麼 因為豬已經非常清楚的表達了 韓只要有意願 他就全力的支持他 吳跟 所以說第一個要確認的是 韓到底有沒有意願 吳要跟先韓確認意願 確認意願之後 豬再跟吳見 豬就可以跟吳說 既然韓已經表達他的意願 我就無條件支持他 豬跟吳的見面才有意義 可是現在韓跟吳已經不見了 豬跟吳見 豬跟吳見要講什麼 要講什麼 豬可以想辦法幫大家確認 吳到底還有沒有要選的意願 對 就是說 阿倫 我跟你講 這個因為我跟韓還沒有見到面 所以我們再等等看 然後豬就問吳說 吳你要不要選 沒有意義 他們兩個其實沒有插見這個面 我覺得包括跟王也是一樣 今天朱伴有發一個聲明出來 就是說他顯然 可能沒有接受我的意見 他的意思是說 沒關係 要見可以 還是要見面 但是他主張要公開 要談什麼 也不要談什麼總統大選問題 來談團結 對 團結這很有意思 為什麼我要跟你談團結 顯然就是現在國民黨不團結 國民黨現在為什麼不團結 我們從黨中央對外講了很多話 都一直不斷在分裂大家 例如說昨天我們的主發會的主席 不是 主發會的主委李澤華 他說公然要求每個立法委員 跟縣市長跟立法委員參選來表態 看你要支持韓國瑜 還是要支持朱立倫 王金平 誰敢表態 沒有人敢表態 就像剛剛大佬問我 他說那些議員有沒有 我覺得大家也不願意表態 因為表態就是選邊站 選邊站就會擴大分裂 他IQ只有50 你說 主發會 其實他就是要分 而且他要講兩句話 他的重點是說 要讓吳主席好做事 對 所以這是不是吳主席叫他出來講的 結果反而不好做事 叫不好做事嗎 對 反而不好做 可是當事人講得不準 搞不好真的吳主席 覺得這樣比較好做事 我覺得是 因為他講了兩句話很耐人尋味 第一件事就是他就說 既然大家都已經確定 想要韓國瑜出來了 請大家作為吳主席的力量 讓吳主席徵召韓國瑜 更有正當性 這是他第一個用意 第二用意是他說豬跟王 他們兩個怎麼辦 請大家一起勸勸他們 讓他們可以一起邁向團結 這就是我講的 這個不能講的 他的意思就是把豬跟王 所以IQ要再繼續往下降嗎 很明顯的把它當作是 卡韓的主要的 我覺得真的 國民黨現在的問題 真的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也願意支持 韓國瑜 韓市長 可是不要在這過程當中 一直去操作 去把豬跟王 打成二軍 三軍 卡韓的主要的 主要的半小時 我覺得這樣真的是很不OK的 好 這是韓確定要選的情況 好 假設 因為我們剛剛講90%要選 如果10%韓最後不選 他要維持跟高雄的承諾 怎麼辦 國民黨還是要有人 國民黨誰 吳主席自己上嗎 還是朱立倫 還是王金平 好 吳 朱 王 怎麼決定 怎麼出來 那你是不是應該要有一個初選 還是要有一個初選 可是在前面操作的過程當中 已經把豬 王打成很慘了 變成卡韓的主要的半小時 其實很多人 已經對他們有很怨恨 我上次在節目上也有講過 就是很多人都打電話給我 叫朱立倫不要出來 我跟你講我們加6票 只支持韓國瑜 誰出來我都不支持 還有跟委員同一個選區的 國民黨的參選人說 我只支持韓國瑜 如果韓國瑜不出來 我就支持柯文哲 國民黨的立委初選人 他就是柯文哲 連這種話都講得出來 豬選得下去嗎 王選得下去嗎 難道真的招郭台銘嗎 所以我覺得黨部 真的要思考一下 你就要沙盤推演 不是說這樣子 搞東搞西 讓我們基準真的非常焦慮 黨部現在歸誰指揮跟領導 吳主席 那就直接講白 對 賴教授對不對 是不是直接講白 所以大家物理看花 到底要怎麼樣 就講清楚 大家一起支持 團結